记者跟随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 普尔支队的消防员 进入哀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爬坡途中 雨水汗水 很快把全身打湿 行进十分困难 突然遭遇浓雾 能见度迅速降低 刚刚还走在前面的一组队员 很快就不见了身影 你们大概在什么位置啊 现在 我也看不起你们在哪个位置啊 这个能见度太低了 你们是不是就是沿着往上走着 对对对 爱老山 这座蜿蜒长达500公里的神秘之地 横根于云南省中部 主峰海拔高达3165.9米 这里山是陡峭 沟河纵横 地形极为复杂 至今仍是科技无法触及的禁地 其两亿年历史的原始森林中 弥漫着瘴气 参天古墓 历经千年风霜 遮天蔽日 形成一片独特的天地 爱老山身处 溶洞遍布 由于常年照不到阳光 格外光滑且潮湿 这里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人区 即便是本地居民 也只敢在特定的时间内探索其深处 匆匆而入 又匆匆而出 指南针再次会失效 通讯设备也没有信号 更为危险的是 密林中潜伏的野生动物 它们的存在 使得每一步探索 都充满了未知与危险 在这样的环境中 我们更加认识到 大自然的不可侵犯 对自然的敬畏之心 由然而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食止 味噌 宝 児 普知 衣 食止